新冠肺炎疫情急劇升溫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結合基隆福倫社 捐贈2000個防護面罩 贈送給基隆市診所協會 感謝並且力挺第一線的基層診所醫護人員 那身為民意代表 當然跟文化醫師說加油 然後跟所有基層的診所好朋友們說 加油打氣之外 那我能幫上什麼忙的 我就盡力幫 那如果有資源的好朋友 如果願意的話 我在這邊想要呼籲大家一起站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跟去年的時候 比較不一樣 比較沒有那麼的慌張 但是這一波如果過了 我們就可以真正的安然回到過去的生活 對於副議長林沛祥結合民間的力量 力挺和支援基層診所 代表收下的基層診所協會理事長李偉華 滿心感謝 我們副議長一直都跟我們站在一起 他隨時都在問我需要什麼都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他說隨時都得到讓我們得到非常的溫暖 他得到是實際上很重要的幫忙 李偉華表示疫情在基隆急速蔓延 以他的診所來說每天有五六位民眾來篩檢 就有一半兩三位確診 他的樣子就是病人得到之後 他就是非常疲憊的樣子 就是我們講就是說進來的時候就一副那種 我們畫一句話就像面色如土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 常常就是他不用多說什麼 我們就直接就給他然後叫他在外面 在外面稍等一下 我們把該找的東西該回報的東西 請他填好了就回去 大概我們這樣的回報率都超過50%以上是陽性的 副議長林佩祥呼籲各界一起挺住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也在第一線診療可能潛在的新冠肺炎感染者 只有一起挺住他們才能構築完整的防疫陣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記者吳俊松